IT宣布报 诺基亚中文名为纯景 它最初是诺基亚为Numia系统手机开发的相机技术 当年配备4100万像素的拍照怪兽Numia 1020 也是搭载PureView技术的明星产品 而在微软收购诺基亚设备和服务部门后 微软公司便获得了PureView的名称和商标权 作为诺基亚手机的生产商 H&D Global OY公司获得了PureView商标后 很有可能会在未来的诺基亚手机中 重新使用该技术以及商标 回想一下 上一款使用了PureView技术的手机已经是2015年发布的了 诺基亚手机作为一单人的青春回忆 小姐姐我是非常希望可以见证它重拾辉煌的